接下來 或是我跟妳一起拍 來來來來 進去拍 為什麼有一個頭很大的一個人出現 然後就回頭來 有一點驚訝 但因為他 是我有問過他今天他要不要來 然後他因為剛好今天有工作 所以他說今天沒有辦法來 那也非常感謝小帆 今天送我很漂亮的花 那他有時間有跟你講 還是我們接住 沒有耶 我最近也很忙著這個 四十人懂愛的宣傳 對 那他有看過整本書嗎 我不知道 妳有給他看 我沒有 因為他說他要去買 所以我說 我就沒有送他 對 希望他 他可以自己去買 那寫書過程 會不會有一些文字不懂 是說問他他到底啊 有有有 還有就是我有問過一些成語的部分 因為成語對我來說還是很難的部分 但因為很多台灣人很喜歡用成語 那我也是在台灣生活十四年 然後也很喜歡看中文書 然後我覺得自己的文章裡面有時候有成語那種就是節奏感會很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會問他就是如果我想表達這樣的一個形容的時候有沒有比較適合的成語之類的 我特別喜歡一篇叫愛自己是一種愛情 因為這個故事其實是整個四十人懂愛的主軸 因為我自己曾經也是討厭過自己的時段 然後後來寫的過程或者是累積自己的人生經歷之後 然後很多人其實也沒有發現愛自己的重要性 那我自己就在這幾年的生活中 知道愛自己是多麼重要的一種生活態度 我覺得不管談不談戀愛愛 愛自己是一個真的很重要的就是精神態度 就是生活態度 因為如果你沒有愛自己的話 真的誰還能愛你 愛自己的時候旁邊的人也會更愛你 我為什麼想去做動軟是第一是因為我不想後悔 就是因為台灣難得有可以 我覺得台灣比較開放 因為日本去做動軟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如果我在日本的話可能不會想到去動軟的事情 我不知道幾年後可以用到 但我想如果可以做的話 那就正在那個時候就去做 沒有特別什麼時候要 像什麼時候要結婚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隨緣